我生于1978年 我是82年的 六岁的时候我跟妈妈学数学 十一岁的时候我开始上高中 十一岁的时候我被拉进美国初中数学竞赛的环境 十三岁的时候我在竞赛当中得到山西省的数学的第二名 化学的第三名 十三岁的时候拿到美国初中数学竞赛 全美国的第三名 十四岁的时候我考上科大的化学物语系 我十七岁的时候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得到银牌 十八岁的时候我硕博联读 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毕业加州理工 而当美国奥数队的副领队 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博士毕业 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当爸爸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完博士后 然后又到普林斯大学所博士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到坎德基·梅伦当助理教授 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到克莱古诺 我三十一岁的时候第一次当美国奥数队的总教练 国际奥林匹克输业竞赛也就是简称奥数 这个在近年来在中国舆论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就一方面我们的教育部在不断的禁止奥数的培训 另一方面中国奥数队在国际比赛上已经连续好几年没有达到第一了 但同时在近五年来 美国奥数队倒是拿了三次第一 达到一个历史成绩的高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奥数呢 更广而言之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数学呢 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的朋友 美国奥数队的现任主教练 卡内基梅隆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罗伯申博士 罗老师请问您是怎么当上美国奥数队的主教练的 美国奥数队是美国数学协会组织的 所以他们就选总教练 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也说 其实我不是只是要什么国家的成绩 我是要真的教那些学生那些数学 跟可能让他们知道研究是什么 刚好美国数学协会也同意 他们说那是他们同样的目标 您作为主教练带队这段期间 是不是美国队在历史上成立最好的一段时间 就是您带队总共五次 然后其中有三次得了第一 一次第二一次第四 可能可以这样说 但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东西 我只是当主教练的时候 是有最好的时间段当主教练 我们那些学生 不是我教他们所有的数学 我只能够来可能指导一点他们的态度 让他们觉得数学很有意思的 互联网有很多很多数学教育的资源 培训的时间只是三个星期 但是剩下的外面的十一个月 如果他们真的敢进去 他们会花很多很多时间自学 其中培训是三个星期 然后但是他进入国家队是在这个 IMO之前这个十一个月 是的 所以是说这个前一年竞赛好的 然后去参加下一年的这个国际竞赛 可以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这让我看到 有不少人说 美国人不重视这个IMO 他只是随便学一个人就考了 这种说法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一个整个国家有很多不同的人 我应该说在美国 有不少的人觉得这些数学是重要的 也可能觉得这些数学竞赛是一些好的机会 所以他们就跑 那你们得到第一之后 美国总统会接见你们吗 国家队是2015年得到冠军 所以白宫就请国家队跟我们去 但是那一天欧巴马不在 所以我们就见别人 听说过这个希拉里也给你们发了贺信 对 所以那就是2015年第一次 就收到贺信 他是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 至少说明他是非常支持这个奥数 对 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您带队这样的期间 得了三次第一 还有是一次第二和一次第四 我不是那么熟 那也是因为我真的不是关注这些成绩的 我是之前告诉美国数学协会 我们不是追这个成绩的 其实他们选我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我们的成绩大概会降落 我关注的是一些比较远远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这个美国奥数队的夏令营 那个环境 其实每天晚上我就跟他们来聊天 我们不只是紧紧地教知识的 也是因为我们的希望 就是有一天 他们会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能不能向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训练的方法 我们的训练的方法 所以第一就是找一些特别特别好的助教 我是总教练 但是我们有差不多20个教练或者助教 那学生有多少人 学生就有差不多80个人 OK 20个教练就有80个学生 对 但是这些教练不是一直都在的 训练的时候 就是三个星期 可能他们会来一两个星期这样的 他们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些竞赛的学生 您是怎么抓他们这个训练的重点呢 比方说这个组合学 几何代数等等这些方面的分配 这个因为我是看 我在网上看我这文章 所以您专门做了一个图表 来分析在各个这个数学的这个门类当中 中美俄这些传统 他们对他们得分的情况 我们分类到可能代数几何 组合跟数论 但是我们带来的那些教练 是可能现在在用那个数论 在他们的博士的研究 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只是说 这是一个奥数的数论题 我组织这个夏令营的时候 我的目标不是说 我们塞了多少个知识点在里面 我的目标是最后一天 没有一个人想回家 是真的 是真的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他们是这样的 那他们回家之后 他们会继续继续11个月 自己再学 那么您觉得这个跟对于其他那些传统强队 比方说中国队啊 俄罗斯队啊 还有朝鲜队啊 他们也好多次进了钱 就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这个成绩 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觉得全世界有很多很会做数学的人 我不是好像想竞争的 其实我去参加这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时候 我不是仅仅的说 我是来这里来赢的 其实我是一直跟别的国家的总教练 一直来交流 而且在我们美国奥数队的夏令营 我们不只请美国的队人过来 今年我们会请16位从别的国家的学生过来 中国会送两个 其实我们就看前年的那个 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排名 每一个国家就 我们就请他们派一位女生 一位男生过来 来跟我们一起训练 这些完全都是免费的 我们也付那个机票 这是一个机会来让世界上所有的这些 很爱数学的人一起学习 真正重要的是数学本身 而不是这个竞赛 竞赛是一个形式 是让帮助大家更加热爱数学 所以这个IMO跟这个数学水平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就是要看那些学生 毕业高中之后做什么 如果我看我们美国的队人 我对他们比较熟 你一参加过这个IMO代表美国过 你会有很多公司追你 比如说那些对冲基金会一直追你 所以其实或者那些硅谷的那些科技公司 会一直追你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用他们的这个能力 来做数学的研究 其实有不少的也是当创始人 参加过这个奥数竞赛的人 他并不见得一定要搞数学 但是他肯定会在其他某个方面取得成功 那么他们如果取得了好成绩 对于他们进入好大学 是不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不见得 这个真的是不见得 其实我们有几个以前得到了金牌的 但是Harvard也不让他们进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申请美国的大学的时候 你也是要领导力 可能你的英语也应该是不错的 可能你也应该做什么社会的服务 那么这几位没有被哈佛录取的同学 他们后来怎么样 他们去了些什么学校 马胜旅工Harvard是最多 其实以前加州旅工也有不少 其实卡内基美伦也有 但是普林斯顿也有 Stanford也有 这个学生们他们是怎么看待 这个参赛的压力的 美国社会对于他们是怎么看的 他们的压力都是从自己出来的 就是说他们不是管别人 觉得他们考得好或者不好 没有那么多人真的太紧紧的关注 那个成绩是怎么样 我是一直跟大家说 如果你在这个考试中成绩好或者不好 那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影响 因为我教了你好几年 我知道你是你是这么棒的 如果你在那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考得很差 我也不会骂你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他们可以轻松一点 而且如果轻松一点 你也会考得更好 以前美国队成绩不是这么好的时候 这个美国国内 这个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批评的声音 或者反思的声音 其实这个我很熟 因为那就是我在美国国家队的那一年 我就考得不好 好吧 这是学霸的幽默 是真的是真的 我那年在我们的美国国家队 有六个人 我就排到第五 美国数学协会 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准的选拔方法 你说的这是美国数学会内部的一个相当的技术 那么美国社会的公众呢 他们对这件事关注吗 他们大概没听到 你说美国老百姓根本就不关注 大概没听到 如果我们得到 如果美国得到全世界第一 那有可能会放进去那个新闻 但是如果是第二 或者什么 或者 或者第十 或者第三十 这些都不会 美国老百姓对于数学的关注程度是这个样子 对 但是这个也就让那些队人 一点压力都没有 那一届为什么就比以前这个好处 强迫这么多 还是说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技术层面上有什么进步 他们特别爱数学 所以他们花很多很多时间来做数学 有不少的是上美国的普通的公立学校 所以他们呢 回家 就可能下入三 你说的这个公立学校是高中还是大 高中 高中 所以他们可能三点钟 三点半回家的时候 所有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他们有这么多自己空的时间 所以他们可以每天花好几个小时 做不去普通的内容 是超级难的内容 那也是为什么 我是一直觉得 让他们觉得这是好玩 就够了 还好 有不少的学生 有这样的环境 所以如果他们可以选用这个时间 不玩电子游戏 不聊天 来拼命学 我在博士学的数学 那当然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OK 原来是这个原因 我终于明白您为什么说是这个心态好就很好 原来这个心态好 他就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 这个才是关键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学什么 你当然是要投很多时间 但是如果你觉得是不好玩 你会很痛苦 你会觉得是工作 你会特别累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你真的爱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从很早到很晚 一直做 也不觉得累 2015年 那些队人 其实他们是真的想赢 如果说想赢的话 那应该每一届队人都很想赢 那就是您上任之后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我真的不是想有什么秘密来帮他们赢的 2015年那些学生其实真的是特别好的 而且他们真的有那个动力 而且他们好像以为他们能赢 以为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总不是第一 而且可能那个第一离你们很远 你一直会觉得 这个是达不到的 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 你做考试的时候 如果只要一个金牌 你只要 你只需要做完成 差不多五道题 有六道题 完成五道题 你已经大概会有一个金牌了 如果你的目标 是我自己 想得到金牌 我没有什么团队的希望 那就可以放松了 但是你一想 有可能可以赢 那你会继续来做最后一道题 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因为那个2015年 那个队赢了 所以后来的国家队就说 赢是可以赢的 就姑息他们的斗志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就要做六道题了 原来你们的大部分战术 只做五道题 从那时候就变成 我们都知道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一有这个感觉 我已经有了我的金牌 你的态度会改变 IMO的那个金牌是怎么定义的 他是说考到前多少名的 就是金牌 对 有一百个国家差不多 每个国家有六个队员 就差不多六百个学生 然后上面的一半都会得奖 所以那是二分之一 但是那些奖会分成 一比二比三个金银铜牌 OK 所以他就是一个取 这个前五十名就是金牌 他并不关键 实际做多少份 那如果这个题特别难 所有人都做不出来 那也就是 有些人做一点点就是金牌了 对 有些国家 他在这个澳数竞赛方面 好像并不是很成功 比如说法国 但是这个国家数学水平也挺高的 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 跟他参加这个IMO的成绩之间 这两者之间到底是具有怎样的关系 如果你不参加IMO 你也可以在研究方面做得特别成功 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参加过这些 这种的真的需要动脑筋 真的需要很大很大的创新能力 这种环境 如果你以后选要做研究 那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帮助 有这样的说法 说法国的高中数学学 就特别健身 他们高中就已经学到微积分了 所以他们不需要数学竞赛 不知道情况是不是 其实我不是看你什么时候 学微积分的 因为在美国高中也学微积分 但是其实我认为 那个高中的微积分 不是那么深的数学 因为如果你想大学学微积分 你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牛顿的公式是能用的 但是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只是背一个公式 然后塞那些数字进去 OK 并没有理解 并没有理解 我就不看一个国家是交微积分 或者不交微积分 其实我看的是 他交不交组合 匈牙利 他们以前初中高中会交组合 组合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的领域 因为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算东西 而且你可以从小开始学写这些证明 用那个数学归纳法 或者可能很巧的这些证明方法 所以他们就很会思考 这个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匈牙利的那些数学家 做得很不错 比方说俄多斯 俄多斯 对 其实俄多斯是很喜欢找这些天才的 我觉得俄多斯他的故事也给我很大的影响 我从来没见过他 其实这个人的故事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他也没家 他也没真正的工作 他只是一直带他自己的行李 两个行李 去不同的数学家的家 他住在他们的家跟他们一起合作 他就跑到 合作的时候他就住到人家家里去了 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家 物理上的合作 科学是人类文明和国家实力的基础 而数学又是科学的基础 但是我也看到过好多人都在说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还有好多国家 他们这个数学教育的水平 其实难度都在下降 这是很令人忧心重温一件事 不知道您觉得这种说法对不对 我的父母是从新加坡移民到美国 我在美国出生长大 所以我就一直可能好奇中国是什么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尝试着用不同的一些思维 然后来写一道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